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菲律宾向其在仁爱礁坐摊的军舰运送生活物资事件 根据中国海警局发言人干预的通报 这次运送行动是根据中非双方达成的临时性安排进行的 中国海警全程监管 这次行动不仅展示了中非双方在处理敏感问题上的合作与默契 也反映了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和互动 中国海警表示将继续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进行维权执法活动 以确保其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侵犯 这次事件的背景是菲律宾自1999年起将一艘军舰坐摊在仁爱礁 以此宣示对该礁的主权 多年来中非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多次发生对峙 但此次的物资运送行动显示出双方在缓和紧张局势方面的努力 干预呼吁非方信守承诺与中方共同努力管控好海上局势 这次运送行动看似简单 但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中国海警的全程监管 既是对菲律宾方面行动的确认 也是对双方达成安排的尊重 此次事件展示了中非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与务实态度 未来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合作态势 将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清晨的南海波涛如常 对于仁爱礁上的菲律宾马德雷山号军舰上的官兵来说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999年 这艘老旧的军舰被搁浅在仁爱礁 自那时起 这里变成了菲律宾在南海的一处重要据点 然而 今天的补给行动 却赋予了这个地方新的意义 《明报》报道 中国海警局发言人甘雨表示 根据中非双方达成的临时性安排 菲律宾今天派出了一艘民船 向作摊在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生活物资 甘雨强调 中国海警对此全程监管 并确认了整个补给过程 他进一步指出 此次补给行动 不仅是对菲律宾方面的一次确认 更向国际社会展示了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海警将继续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 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确保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侵犯 仁爱礁位于南沙群岛 这个地方在战略上极其重要 中非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 长期难解 甘雨在通报中呼吁菲律宾信守承诺 与中方共同努力 管控好海上局势 他的言辞中 透露出一丝合作的希望 显示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愿意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问题的意愿 星岛日报的报道 则揭示了另一层面 今年7月 中国外长王毅 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 进行了会面 双方达成了一些重要安排 基于这些安排 菲律宾民船 终于得以在中国海警的全程监管下 向坐摊 在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生活物资 这次行动表明 双方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沟通和合作 正在逐步推进 实际上 1999年菲律宾军舰 马德雷山号的 坐摊事件 一直是中非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焦点 多年来 菲律宾在仁爱礁上的驻军 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 然而 这次的物资运输行动 却展现了中非两国 在缓和紧张局势方面的努力 菲律宾方面派出的这艘民船 装载了食品 饮用水 药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 尽管物资频繁 但这次行动背后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却异常复杂 甘宇强调 中国海警在全程监管中 保持高度警惕和专业态度 确保物资运输顺利进行 这不仅是对菲律宾民船行动的确认 也是中方对双方达成安排的尊重和执行 王毅在与马纳罗的会面中指出 中非应通过对话与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马纳罗则表示 菲律宾愿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议 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香港电台的报道 补充了此次事件的更多细节 菲律宾外交部声明 一艘民用船只在海岸防卫队船只的护航下 顺利完成了 对 马德雷山号的 补给及轮换任务 整个过程平稳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中国外交部也强调 基于中方之前 以公开宣布的原则立场 在菲律宾方面 拖走坐摊军舰前 如需对舰上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 必须事先向中方通报 并经现场核查后 中方将允许菲律宾实施运补 并会全过程予以监控 东方面报指出 这次补给行动 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物资运输 更是中非在南海问题上 寻求合作的一个重要信号 干预希望菲律宾方面信守承诺 与中方共同努力 管控好海上局势 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继续巡逻和监管 确保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此次补给行动 在中非双方的合作下顺利完成 尽管过程复杂且充满政治考量 但其成功为中非两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 树立了一个积极的典范 未来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合作态势 将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 通过这次事件 双方展示了在处理复杂国际问题上的智慧和灵活性 中非两国能否继续在这一基础上 加强沟通与合作 仍需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这次补给行动 不仅为仁爱礁上的菲律宾军人 提供了急需的生活物资 更为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 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总的来说 中非两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此次互动 标志着双方在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上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希望在未来 双方能够继续通过对话与合作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补给行动 中非两国展示了 在处理复杂国际问题上的智慧与灵活性 未来的合作态势 将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菲律宾在仁爱礁问题上 总是搞些小动作 这次竟然还派出了名传补给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 1999年菲律宾的那次坐贪事件 他们把老旧军舰马德雷山号 故意搁浅在仁爱礁 打算长期占据 你们说这么老的戏码 是不是该换换了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在看情景喜剧呢 但我们得承认 菲律宾这次确实因为双方达成了临时安排 才派民传去补给的 这不正式中 非在南海问题上 找到了一种暂时的平衡吗 有时候 和平解决问题 比咄咄逼人更有效哦 谢琪琪 你倒是说得轻松 咱们中国海警全程监管 确保补给行动在可控范围内进行 这可是为了显示我们的主权立场 你别忘了 南海可是我们的九段线内 半点不能含糊 楚天书 你这话让我想到了古代的城墙 总想着固守不变 其实世界在变 国际关系也在变 你看这次补给行动 中国海警全程监管 菲律宾也信守承诺 这不就是双赢吗 再说1999年做贪军舰的老笑话 已经过时了 咱们要走出去 学会灵活应对 谢琪琪 你这话像是在唱变脸啊 但我们要明白 南海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之一 菲律宾这些年 一再在仁爱骄搞小动作 难道我们就这么好欺负 这次全程监管 就是要告诉他们 我们的底线不可触碰 哎呀 楚天书别那么严肃吗 其实中非的互动 也并非全是剑拔弩张 你看这次补给行动顺利进行 双方都展示了一定的智慧和灵活性 像古时候诸葛亮和周瑜那样 既斗智斗勇又能合作 岂不更好 毕竟和平共处才是王道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